戴天福地,仁為貴,信則吉係,空則貝,元泰祖 好,回到第二節的元泰祖了 吳師傅,我們上一節就講了制供 老泥丸是否講完呢? 老泥丸就補充一點,就是在身上出些老泥 老泥丸,然後給病人吃,便會康復 能治百病,這樣講到 是否真的,我們就說到無從考究 不過,其實它有沒有一些秘密意義在裏面? 其實裏面都有一個很重要的訊息 第一,基本上有兩個訊息 如果我打一個比喻,就是Nikio 現在我突然間在我的蟑螂底,拔兩條蟑螂底毛 然後跟你說,你放在我的口裡吃了它 你會康復的 第一,你已經當我傻了 第二,你一定不會吃 原因是信字 如果你真的相信我那一條蟑螂底毛 是可以令你康復的 你絕對會吃 但是如果你不信我那條蟑螂底毛有用 它絕對不會吃的 所以製供老泥丸,第一個意思就是 就是說,無論是什麼的靈丹妙藥 什麼的宗教,什麼的神 第一件事是信 沒有信什麼都沒有 即是,哪怕是製供老邊拔一條蟑螂 給你說,你吃含魚這條蟑螂就好了 只要你信呢 就可以 你不信就不行 所以那顆老泥丸 它有一個很噁心的外形 和一個很噁心的來源 某程度上是我們在篩選那些真的有福報 和真的有信心的人去吃的 所以那顆老泥丸,第一件事就是信 就是信 第二,老泥丸是污舊的集結 污舊的集結 實際上那顆老泥丸的辣搭 是不及你心裡面的辣搭 所以,把這顆老泥丸吃下去的時候 因為它有我們所謂制供的加持 實際上那顆老泥丸所代表的是佛的慈悲 是佛的光輝 所以令到那顆吃了之後會無蝕 而不是單單說那顆藥丸有沒有效 那個問題 可不可以說是說 可能有些佛法或者佛教的戒律 或者法是比較難肯一些 但是只要你願意去接受的話 你就得夠了 沒錯 所以老泥丸 它用一個很形象化的方法去聚述這件事 實際上它隱藏了佛教的意義 就是無論那件事是好是壞 不應該由它那個外表外貌去決定 老泥丸很噁心 你看到它怎麼做你更加覺得噁心 於是你不懂 那你這一輩子都不會有福報 因為乾淨與辣碳是一樣的 好的和壞的都是一樣的 所以由你擺那顆藥丸進口裡吃 已經是第一個我們說平等心 所以那顆老泥丸是這樣的意思的 第二 就是剛才我所說的 老泥丸 它要你吃的話 第一件事需要的就是信心 如果沒有信心的話 任何佛教失行都失不落 為什麼要這麼強調這兩件事呢? 沒有信的話 就沒有行的 沒有信就沒有行動 這個是永遠都一樣的了 我現在跟你說 你回家 在你的門口那裡 就好像上集那樣 我叫大家放點水 吹吹吹材 你信你就會放 你不信你就不會放的 是不是? 你不信你就不放 不放就不學 所以永遠第一件事 都一定是信先的 在祭公岳 因為這是佛教的神 他也是跟你說 永遠都是信先的 有些人不是 他的信心不順水 他一時信一時不信 他選擇來信 特別是現在這個社會 更加多 我選擇來信 我信蜜中很多的神 OK 我只信蓮花生大使 其他我也不信 那就是沒有信蓮花生大使 因為全部一樣的 講我了 你不信 沒有 佛教所說任何人 都有佛性 任何人都可以成佛 我不信 我不信我行 我不信我行 我不信我一生 這麼多罪孽 我成佛 那又不信 但我信你行 但我不信我自己行 都是不信 那你會不會修行 一定不會修行 你也不信自己行 做不到 所以這件事是很重要的 對應的經文 在佛教裡面 你看妙法連華經都有的 我們說有一個叫法華七屁的東西 法華七屁裡面也有相應的故事 就是說 相信 是很重要的 你不相信 就由於一個人給了一粒 靈丹妙藥你 你都不願意吃一樣 是這個意思 所以 他那粒老黎丸 真還是假 我真的不知道 但是最重要的 其實是教我們 如何有一個正確的修行的心 和一個正確的態度 如果不是 只會淪為一個無知苦如 甚至會被人騙 被人騙就是 你都知道 每一個地方都有一些人 他是想著這樣撞騙的 但是你一定要有一個正確的修行的態度 正確的修行的心 這樣才會成功的 或者 其實我覺得 可以放回我們現在的社會說 現在的 在我們的社會上就沒有制工 也沒有老黎丸這件事 如果我們這一刻 信不信有老黎丸這件事 老黎丸聽說 哇 這麼誇張 我身上撞到老黎丸 面積得好餅 你信不信 都是 現代不是沒有這件事 有的 物宗裡面我們有金奴丸 有不少的聽眾都找過我 師傅可不可以找你請金奴丸 絕對沒有問題 金奴丸 但是要有恩怨 金奴丸不是你說拿就拿的東西 需要有一定的恩怨才可以拿 給了你也沒有意思 一顆金奴丸就是青三細縮葉 是很重要 但是金奴丸是用什麼來做的呢 是用什麼來做的呢 金奴丸除了狀藥之外 是會用到上司的一些毛髮 即是我們剛才說的 夾底毛 頭髮 所以剛才上一節聽完 有人覺得師傅說話很低俗 不是低俗 是真的用這些東西 有時候 因為上司的毛髮 上司的糞便 甚至上司的尿液 都會用下去 上司的指甲都會用的 即是你說的所有金奴丸都是這樣 有一些金奴丸是這樣做的 那些是非常之珍貴的金奴丸 你講的我突然有點害怕 這就是我剛才跟你講的問題 是信心與否 是你自己本身做不做到這件事 藏傳佛教裏面也有些類似制功的故事 叫做84位大成就者 Active for Maha City 這84位大成就者裏面 這個故事裏面有84個人 這84個人 負責收不同的東西 裡面的經歷自己看 其中包括 剛才類似的東西 制功奏 吃肉飲酒 搓老淚丸醫病 是不是 在84個大成就者裏面 有一位的大成就者 他為了得到自己的果位 他完全相信佛和菩薩的教義 於是有一天就有個人 拿了一盤的內臟給他吃 是什麼內臟呢 是魚的內臟 就是魚腸 那些糟糕的東西很腥很臭的 要他減生吃了它 那這件事 跟制功我剛才說 吃那些糟糕的東西是差不多的 因為你吃那些糟糕的東西 或者你去做這件事 是用來考驗你 第一你有沒有信心 第二就是你究竟 明不明白 那個意義在哪裏 如果你覺得魚腸魚肉 魚腸那些很糟糕 很糟糕的話 其實就不及人心糟糕的 所以這件事就是 不斷去教育著 每一位修行的人 所以金路院 現在你說有沒有老黎院呢 如果你說真的類比的 那你有些人可能會當金路院 是接近老黎院 因為金路院的確是醫病 金路院又可以幫你清多很多縮業 但是有一部分的做法 也都是很接近 制功我那顆老黎院的做法 那是不是沒有呢 有的 但是第一 我真的給你們的時候 你又敢不敢吃呢 你又不是真的這樣信心 去攝守這一顆 這麼珍貴的金路院呢 一切 不是金路院的成份 不是金路院的價值 而是你的心的價值 你的心有多大的容量 去接受這件事 無論它是好東西或壞東西 你都願意接受 那那顆金路院就有價值 或者可不可以說 為了得度 你願意 付出多少 去到幾盡 去到幾盡 操促一點 去到幾盡 第二就是 到底為了得度 你的決心有多麼堅定 所以這一刻 我們講制功 實際上是希望大家明白 就是作為一個真是信佛的人 不要只是拘留在吃肉與不吃肉 這個 我老實說 我自己看法 吃肉不吃肉 是一個非常無謂的爭拗 還要爭拗到 就是 吃什麼肉 吃錯都有生命 這些是為咬而咬 就由第一步已經衰了 由信已經開始衰了 是沒意思的 佛教一直以來都沒有禁止過吃肉 嗯 原因是 釋迦牟尼在世的時候 他是到處行黑 黑食的 嗯 那到現在的一些僧人 都仍然是黑食化源的 人家給肉他吃的時候 他難道跟那個信眾說 你給肉我我不吃這樣 那如果那個人去賣豬肉 他家裡只有肉沒有菜 那他不可以做功德 這個是第一個問題 漢傳佛教不可以吃肉 是由梁武帝開始的 嗯 梁武帝打前那一堆的和尚 或者那一堆的佛教裡面 仍然是吃肉沒有問題的 日本的和尚都吃肉的 嗯 西藏的和尚都吃肉的 所以究竟吃肉與否 是不是一條界呢 是一個非常無聊的 爭拗 你一有時間去咬 究竟吃肉與不吃肉 不如多唸兩句經 不要浪費時間 但這個是事實 永遠不及你唸經好的 嗯 我有一個問題 不是說現在 現代社會 也有很多 宗教研究 佛學研究 去研究一些佛法 或者一些道理的時候 佛教提出的道理的時候 可能都真的需要 透過這些辯論 爭拗叫 去看清楚佛法 那如果我們自己修佛的人 都不去透過這些方法想多些的話 怎樣可以向那幫純粹宗教研究的人解釋好呢 我們不需要向宗教研究的人解釋的 佛教修是修自己的 不是修人的 你要跟那個人爭拗也好 什麼也好 首先他真的要相信這個 如果他只是研究一個宗教 你跟他說這些是沒有意思的 以及讀宗教研究的話 打開本經書 或者找回梁武帝那段歷史 已經知道了 以前是沒有這個 或者你親身去問和尚 你真的跟著爭拗去做事 你就知道是沒有問題的 最大的問題 是你剛才說到 透過辯論或者討論 來增加對佛學的認知或者進步 這個東西在藏傳佛教是有的 我們稱它為辯經 辯經出來的結果 是沒有答案的 以及辯論的題目 不是這些 比較我們叫做 基礎得來 真的有一些無謂的內容 因為只是吃肉與不吃肉 贊成吃肉的就舉手 不贊成吃肉的就舉手 然後分了兩隊人就完了 是不是 沒有東西好討論 難道你討論那隻豬是生命 還是不是生命 這些沒有意思 辯經我們討論那個東西 裡面所牽涉的 是一些更加深層次的東西 包括什麼叫做空性或者至上 甚至乎無上瑜伽族裡面 一些很清楚的規條 有些是哪些要搜 哪些要搜 哪些不用搜 或者這個行為 否符合一件事 裡面所提及的 我們可能講一些天的問題 無上瑜伽是否一定比 那些異族瑜伽 物族瑜伽 哪個瑜伽更厲害 這些討論 是會帶出來的 辯經最重要的是 每講一件事的時候 你都一定要引一個經文 不是現在我們兩個做節目 坐在這裏說話 老實說 在辯經年前 袁太祖也是流殺 這個是事實 當然 因為辯經期間 講任何一句話 必須要引經據典 而你引經據典期間 是不准查經 這句就是飾演西藏僧人 他們很多時候 自己對佛法的理解有一套 和漢全佛教不同 漢全佛教很重視司徒制 是受瑜伽思想影響 師父和徒弟很多時候 好像吸引一樣 師父有多少 徒弟一級多少 莊全佛教不是這樣的 莊全佛教是 師父的看法 有時候跟徒弟很不同 所以物理日巴 或者跟後面的專者 那個思想上的出入 有時候會很大 透過辯經 加強了個人的思想 有獨立思考 所以 莊全佛教出來的真人 或者一些 真的認真收的信眾 他在自我思想方面 是會有自己一套的 不是上一個師父說 你不跟著就死了 這個是大家的文化不同 沒有哪一個高低 只不過是在 藏全佛教 我們討論到辯經的時候 就必然會出現 像濟公活佛的情況 有一部分的東西 是以前的人說不行 但是現在的人會贊成說他不行 跟著開始有進步 而第一個進步的不是佛教 是那個辯經的人 即是修行人本身 所以 去討論經文 或者去討論關於佛教的事情 第一件事 你一定要真的認識少少經書 你討論之前 你要拿經出來 不要說廢話 如果沒有東西需要辯論的時候 就乖乖去念經 始終都是那句最重要 就是你的法心問題 你的法心問題最重要 一切是以心為師的 心為切要 這個是最重要 另外就是 要記住這句說話 口唸佛號 心唸魔 唸破喉嚨也枉言 這是永遠都對的真理 即是就算你把口說到滿口仁義道德 但是心為切要切 你的法心是壞的 是差的 就算你夠多少仁義道德都沒有意義 你的口唸魔 口唸佛 心唸魔 你最後修成的是一個魔 你的口說 壞事口出惡言 蛇口佛心 你修成的是罰 這個就是我 所以這個是最重要的就是 不可以只是拘離在戒律上面 或者只是拘離在那個人做得對不對 有錯呢 或者這個行為會不會磅發 然後我要落地獄呢 我這樣做是不是做了功德呢 這些是超級無謂的事情 認真說是超級無謂的事情 當然我知道我這樣說 會有很多人覺得不舒服 但是告訴你 有時間回去念經 不要討論太無謂的事情 戒律 是工具 不是結果 不是你慈戒 遲一輩子突然成了佛 只是慈戒 不去修行 或者不去學習佛的教言 你都是一個 未成功的佛弟子 因為遲戒不光是佛教遲戒 天主教、基督教都有十戒 伊斯蘭教有自己的戒 道家有自己的戒 全部的宗教都有 不是說遲了戒就是等於你是完全稱職的佛弟子 更重要的是你有沒有行佛所說的事情 以前我們說的紅教、白教、花教、黃教 就是寧馬、家舉、撒家和格魯有四個教 其實是分別代表著四樣東西的 我們叫經、教、律、行 這四樣東西就是經 我們講的是經文 另一部分最重的是經文 教就是說我們講言語 教言最重個人修行 我們叫教就是家舉 去到這個界 我們講持界的就是格佬 去到行我們就講殺家 所以我們講經、介、律、行 三樣東西、四樣東西 實際上去了四個學校同等重要 所以經常著重在那個人持界與否 因為我見到很多人是去說和尚 我見得多的 那些和尚吃肉的 那些喇嘛吃肉的 這些都不是和尚來的 這些說法是完全錯誤的 因為你對佛教不了解 就會講出這些說話 甚至我之前親眼見過 有個和尚大Supreme 那也沒有問題的 那時候我還沒有這麼心應 所以說不可以的嗎 你要講清楚戴名牌 不要講那個牌子 因為你明明知道是Supreme 那是說有個和尚大 穿名牌 那也不是問題 他穿什麼 與否他穿名牌 還有他穿 阿苗街那些都好 一件衣服而已 問題是著重於那個和尚 究竟他自己 是否很貪戀那件名牌 誓死也是保護那件名牌 保護那件名牌 保護那名牌多於保護自己的弟子 多於保護佛法的 這就是問題 所以我們透過制公的這個傳奇 要明白的就是 遲戒是手段 不是結果 一個稱職的佛弟子 是著重於修行 和討論一些有根有據的一些法理 而不是一些無謂的行為 他殺人有沒有罪 這些不用講也知道 不要討論 也不要去講別人的長短 永遠對方的長短 或者別人做錯的事 很多時候不是別人做錯事 是你自己的心理投射 令到那個人做錯事 我覺得他是一個壞人 所以他做錯事 所以他做錯事 甚至乎因為你不斷想著 那個人做事是不成功的 譬如我當我是一位下屬 我長期覺得那個下屬 他一輩子都不行了 我不出聲 我心裡面覺得他一輩子都不行 不斷想不斷想不斷想 然後他做的所有事情 你都覺得他做的會差 不是 是那個人做事真的會差 人的氣場 人的情緒 是有感染力的 當那天我心情不好 可能我有一些客人都見過 進來我可能心情不太好 和我熟悉的 會見到我說少了一些事情 坐在我前面的人都會不開心的 坐在我前面的人都感覺到不舒服的 他都會在低氣壓下面生活的 所以對面的人 或者是你隔離的人 他做錯事的時候 不要怪他 你要明白他做錯事 或者可能他有些事情做得不好 一部分可能他自己做得不好 另一部分就是你的 你的念力令到他做錯了 這個就是我們說 對方的錯誤實際上 是自己的心理投射 導致的結果 所以 在制功的故事裡面 我們學到的東西是相當之多 希望大家聽完這集之後 都能夠明白到 究竟一個正學的心態 或者制功 為什麼會這麼不舒服呢 好 謝謝林師傅 今集雖然有很多資訊 但我覺得都相對容易的 我想這麼多位聽眾需要的 即比起他們的咀嚼需要的 更加是自己反思一下 即是自己反思一下 自己對一些 憎人 或者一些收罰的人 甚至你自己是收罰的 都要反思一下自己平時的看法 是不是 林師傅 一定要 記得反思的同時 都要Subscribe我們的YouTube Channel Like我們每一條影片 亦都將我們的節目提示 小鈴鐺打開 下面留言告訴大家 想聽些什麼的內容 同時都要Like 林定康師傅的Facebook專頁 下一集回來再和大家 原題組